我們今天去哪裡? 我們今天是去飛鵝山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是5時53分 根據Siri 說今天是57分 就日落了 現在我們正在講最後機會上飛鵝山 看看能否看到日落 因為今天的天氣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原本沒有這個計劃 臨時加載這個上飛鵝山的活動 希望我們上去後還有少少的陽光 可以看到日落 我們現在上來了 很大風 感覺上好像是跌了兩度 也不止跌了10度 各位,真的太大風聲 所以我忍不住要再配音 上來後真的很多車很多人 不過看出來那個景 嘩,你看看,真是不得了 超美啊,不是開玩笑 我們上來那天,因為剛剛打完風 所以雲都已經飄走了 那個景真的無敵清 想知道有多大風 你看看草的飄動 你就知道了 真的很大風,不是開玩笑 不過這個景觀真的超棒 值得這麼大風 都要上來看一看 你看看這群人吹到人都瘋了 都是為了等這個日落 再給大家看一次 真是好美 這個view 完全是看山水畫的 你看山是很有層次 一層又一層 一層又一層 一直看過去 如果我們轉過來這個畫面 就會看到遠處是昂船洲大橋 真是很清楚 是不是有一種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開車上來 留意在這個位置上來 是單程路來的 我不知道為何這輛車要這樣掉頭 但是希望它就不要在頭上一條路下去 上來會看到這個艇 然後再看過去 這個就是一個觀景台 嘩,真是超級無敵 感覺有點像我當年在美國L.A.看日落 因為又是沒什麼雲 又是很涼爽 真是超級無敵 我們沿途駕上去 看到很多人坐在旁邊 應該是在等著看日落 不過我們就打算駕上一點 因為再想多一點 應該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看九龍的景色 現在太陽已經下山了 如果不是靠這輛車的車頭燈 這裡是黑黑黑的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看什麼 就是想看回剛才的景色 嘩,你看,嘩,多靚 真是好過上太平山 太平山看也看不到這麼多個層面 對吧? 你可以看到 除了九龍那邊的景色 遠一點就能看到港島 這裡可以看到很多層次 整個香港的景觀都可以一覽無遺 就是說如果外國人去旅行 懂得上來的話 這個觀看真是不得了 我們上車後就駕前多一點 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很多人下來 這個位置就是沙田澳道 那麼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你看這裡有幾個停車的位置 然後再看過去後面那邊 嘩,這個位置 真是真正 這裡又是另一個觀景台 可以從低一點的角度去看整個圍港境 我現在拿到iPhone看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看星 你看,這個位置也很清楚 這個位置看星 那麼我就看到這一顆木星 在月亮的月球位置旁邊 就看到木星 再過一些就有土星 然後這邊又看到一顆 我猜應該是金星吧 金星、土星、木星都齊了 正 好,那我們今天上來這個飛鵝山看日落 再順便看完夜景的這條片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如果有什麼很棒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夜景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 下次出片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拜拜 請問你 好,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